挪威王室被评为世界上最穷的王室之一 但是他们也被评为世界上最酷的王室 因为他们勇于突破常规 敢于打破自我 挪威王室之所以如此受欢迎 是因为他们一点王室架子都没有 他们经常出现在公众的生活中 他们会乘坐公共交通 乘坐飞机会出现在球赛现场 音乐会滑雪场等地方 他们并不觉得这样的行为 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任何危险 就像奥拉夫武士所说的 在挪威这块土地上 他有400万个保镖保护着他 挪威王室可能也是最与时俱进的王室 从现任国王哈拉尔武士开始 他们就敢于追求真爱 也勇于打破传统 不管对方是否有王室血统 不管对方有过什么样的黑历史 只要他能痛改前妃 他们都会为爱而结婚 对于如何养育自己的孩子 他们也有这一套自己独特的方式 他们觉得在儿童时期 孩子能够快乐成长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况且现在的王室 也就是个终点门面的机构而已 他们不必要给孩子 带来过多的没必要的压力 对于孩子来说 王室生活可能会过于无聊和繁琐 尤其是对斯维勒马格努斯王子来说 在儿童时期 斯维勒马格努斯王子 就被誉为欧洲王室的表情包 以及王室的逆时流 因为他不会正经危坐 也不会一本正经的参加活动 作为家里的二胎 他没有继承王位的压力 在父母宽松的育儿政策下 他活得相当的轻松 放飞自我 在他的世界里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可以在活动上挖鼻孔不停地打哈欠 可忧贪等 他偶尔也会向粉丝卖萌 总之他就是不会做表情管理 最为搞笑的是 斯维勒马格努斯王子的颜值 也会随着他的体重增减而起伏不定 哈康王子夫妇说过 要尊重孩子的选择 不会强迫他们做不喜欢的事情 不过作为挪威的王室成员 斯维勒马格努斯王子 自然是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 因而在最看不下去的时候 梅特王妃也只会动动手戳下儿子 让斯维勒马格努斯王子 注意下自己的形象而已 孩子们之间的打闹 是家庭常见的现象 在顽皮的时候 他连他的姐姐都会打 无奈的妈妈也只能在旁边劝架 相比那些心态失衡的王室二胎 或许斯维勒马格努斯王子 是最为佛系的二胎 斯维勒马格努斯王子 这种超人不群的态度 让媒体如获之宝 每当斯维勒出现的时候 就会获得大批的媒体关注 当然媒体过度的关注 也会让哈康夫妇压力被增 然而乐天派的斯维勒马格努斯王子 才不会担心这些问题 在他的眼里 烦恼的事情留给大人 开心的事情 就由我来完成就好 斯维勒被评为幽默而迷人的人 快乐的并且时刻 都会充满活力的男孩 作为王室的备胎 他只需要将自己塑造成 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好 他可以无忧无虑的 在没有王室职责的时候 度过自己的童年时期 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斯维勒今年就要成年了 他得陆陆续续的 为祖父父亲以及姐姐 分担王室的职责了 对于自己的弟弟 英格利德公主 是这样评价的 斯维勒是一个能掌控一切的人 他非常的友善 他也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刻 给予你最温暖的拥抱 如今斯维勒马格努斯王子 一天天的长大 他的脸上多了几分帅气与成熟 志气在他的脸上 也逐渐的消退 在不远的未来 他会成为姐姐的辅助者 也会成为姐姐的最佳拍档